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龙卷风造成电缸断裂 水位快速上涨 一段时间那个车头就往左边偏了 偏了我就第一时间往偏的方向 把那个方向 往现场救援 小时的努力 男子被成功救出 随后来救援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水深经过两个小时的救援 消防人员共转移疏散群众 禁赛 海银 海银 休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